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巴黎时装周上 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为众人所熟知 今日 中国著名本土品牌萨兹成的秀在巴黎拉开起神秘面纱 高圆圆擅装出席 不仅观看秀的发布 还以主持人的身份采访设计总监王晨彩霞女士 为媒体朋友临时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师见面会 圆圆也迎要出席中国著名设计师谢峰的派对 并且身着谢峰为其手工定制梅花弄的造型 在巴黎也刮起了一场中国风 作为明星主持 圆圆不一乐乎奔波在歌秀场与拍队之间 尽管忙碌却也体验了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精彩 相信圆圆的巴黎之行又多了一段难以冒怀的回忆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我觉得虽然挺累的 但是我还是挺期待明天的 发行启发行星期间 欢迎明天赛 并且为了一 Podcast ba漫才学习 给大家看 flying星期间 欢迎订阅 周困在我试诺下短的作品里发行星期间 亦反航有的时候 欢迎天赛 明星期间比较大午餐 明星期间 欢迎来谁带替你 deed完整天这种真优先 联合的数据 事宣优先 居四年 谈天因此发行星期间 被言完 vide